憲哥是真的不行啦 然後他就會說 嘿 憲鬼啦 然後在哪裡 鬼在哪裡 我有靈異體質嗎 我看不到鬼 我跟你說啦 就是 我最想要合作真的是羅智祥 無條件羅智祥 想想他多人運動 表示說他一定有很多人 我現在要讓你終極二選 我下面提出的人 誰可以當你的男朋友 第一組人選是我們的toys跟焦哥 你幫我擔椅子啊 椅子嗎 我擔椅子 你在搞 不是 你拿這個就不用玩了嘛 怎麼會講 椅子有艾瑪士欸 艾瑪士也會 欸 我生涯跟你不一樣 他最危險的點是什麼 就是說他會那個毀滅式爆料 結果他如果跟你遇過的時候 他就開直播 可是你也會 我們翔翔跟我們的toys 這應該很好選吧 當然翔翔啊 比翔翔那麼早就出來的話 根本後面就不要玩啊 我等一下還有一個厲害的 而且你想想看 翔翔他多人運動 表示說他一定有很多人 翔翔跟我們的 操哥呢 翔翔啦 但操派我個人蠻喜歡操派的 我很蠻喜歡操哥的 為什麼 我覺得他很帥 世界上有百人能 你喜歡八九 我喜歡八九 我已經get到你 你的菜式是選擇 我喜歡八九啊 還有我喜歡操哥的點啊 就他都是一本正經的 在講很笨的事情 他就說如果可以重來一次 我一定會用我的 操派鐵拳中了他一堆 然後想說你要怎麼樣 很正經的 在所有媒體面前 還在警察局門口 講出這麼中二的話 你很會包裝你的話 你又在 願意接受你這樣 用花獎的方式 嘲諷人欸 我真的 我就是因為這樣才會被打 哈哈哈哈 憲哥跟我們的想想 這個問題呢 其實是完全的不用考慮了 我覺得就是 當然是無條件的 我只是想 首先就是 憲哥已經六十幾歲了 憲哥是真的不行啦 因為 我昨天就有講說 就是你要想說 他就會說 嘿嘿 憲鬼啦 在哪裡 鬼在哪裡 我有靈體挺直嗎 我看不到鬼